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賢醫師 我是陳從賢 加一科的醫師 今天到了夏天我們來聊聊說 一些喝水的相關的議題 我們要打破一些喝水的迷思 要怎麼樣喝水才能更健康 其實剛接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腦子裡想到的是我當兵時候的狀況 我在場可能只有一位當過兵 當兵的時候新兵訓練都一定要喝水 很蠢 又有口令 拿一個寶特瓶 以前可能還是那種鋼製水壺 課前操課就要開始喊說 新兵要喝水 新兵防重暑 課前300cc喝水 還要附送這個口令才可以喝水 對 大家邊喝都邊笑都會嗆到 其實它的重點就是 大家補充水分避免中暑 那也是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喝水的一些重點跟迷思 好 今天分三個區塊 為什麼我們要喝水 喝水的迷思有哪些 最後留一些時間跟大家互動一下 我們做一些問與答的部分 那既然水很重要 在身體那麼多 那我們來講講看它是哪些的重點 我們分五個來講 第一個其實就是調節體溫 天氣這麼熱你喝水就會覺得 好像有比較涼快一點點 可以調節一下這個溫度 我們發燒的時候也要多喝一點水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它可以調節身體的體溫 再來講到潤滑 這很多人就是年紀大了 這個骨頭不靈活 買了很多保健食品 覺得好像吃了也沒什麼效果 其實重點還是水分要夠 你不管吃再多那個潤滑液的成分 你沒有水去做出來還是沒有用 骨頭還是卡卡的 看第三點可以做為緩衝 你看這個腦袋在這裡外面這麼硬 為什麼不會這樣動一動 跳一跳就受傷 其實就是水在外面 這個腦集水液做保護 所以這個水的緩衝的重點就是這個 再來這兩個大家應該都比較能夠理解 一個是協助運送 血液裡面大部分的成分還是水 水溶性的維生素礦物質 其實都是靠這個水來做運送 最後就是把肺污帶走 不管是你上廁所尿尿 或者你排便流汗 都是有水分把肺污帶走 一般來講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們呼吸的部分 呼吸也會有一部分的水蒸氣從這邊排掉 如果你待在冷氣房待一整天 還是會覺得口渴 一部分其實就是因為呼吸把水分帶走 一部分是因為身體皮膚的蒸散作用 你可能覺得沒有流汗還是會覺得口渴 好 那我們介紹兩個影響水分需求的主因 這個環境跟體重是影響的最主要原因 當然你說我那天有沒有運動 或者我什麼基礎代謝率 這個會有一點波動 不過最主要還是這兩項 好 你剛剛說心兵要防縱暑 我們就講一下縱暑有關的議題 一般我們講的縱暑 都不是真的縱暑 因為如果真的縱暑 你不太可能有機會走進來診間跟醫師說 醫生啊我怕你拍這拍拍的 怎麼中山我縱暑 你可能意思都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們了解一下熱傷害的三個等級 最輕微就是叫熱性筋軟 就是可能運動啊流汗流很多啊抽筋啊 像年輕人的打籃球啊 那樣爬自己的啊抽筋 它主要原因是因為水分跟電解質的快速流失 所以你在水分啊電解質補充之後就可以改善 再來就是一般我們比較常講縱暑 其實我們講的是熱衰竭啦 就是你可能一直曬太陽啊流汗啊皮膚有點濕冷 開始覺得頭暈啊沒力啊噁心呕吐啊胃口不好啊 甚至體溫會微微上升好像自己快要發燒的那種感覺 可是不但會高於40度 那它會和平一些血壓的下降這些狀況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熱衰竭 就是一般比較多人認知的縱暑其實是這種狀況啊 那這個處理方法其實就是先 第一個就是先躲到陰涼的地方 你說大樹下面啊房子的陰影處啊 或者就直接跑到比較涼爽啊通風涼好的地方 補充水分跟電解質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已經開始有一些意思比較不清楚啊累啊 可以稍微幫病患降溫把衣服打開啊 或者灑一些冷水這些狀況 最後才是我們講的中暑 高體溫就是它已經影響到腦部的這個體溫的控制了 所以它會超過40度喔 少到很高 意識會改變你可能就已經人就不知道了 或者已經開始胡言亂語了 最後就是皮膚明明就很熱 可是它是呈現很乾的狀態 因為已經腦部受到影響 它沒有辦法正常排汗 所以這三個核心概念 這種才是中暑啦 我們講的真的熱中暑 處理重點喔兩個 降溫降溫再降溫 先降完溫中間趕快打電話求救 那個意識真的改變了 所以你不太可能在現場把它處理好 好啊 那我們來講一下喝水的迷思 這個理論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看過 八杯水理論 一杯水大概是250cc啦 所以常常就聽到說 一天要喝兩公升的水就是從這邊來的 這樣的理論對不對 不一定嘛 不完全 兩天七七對某些人來說是夠的 有些人不夠有些人太多 就跟剛剛講的你的環境啊 跟你的體重對水分的需求可能會不一樣 那還有早上起床一定要喝一杯水嗎 正常是這樣子嘛 那原因呢大家不知道 其實水分的代謝是持續在進行的 那可以想像就是早上剛起來 你睡眠過程中間 睡得好的可能睡個八小時 睡不好也有個五個小時吧 中間都沒有喝水啊 那早上起來 其實就要補充一點水分 不然身體沒有辦法繼續運作啊 所以會覺得口渴啊 會覺得應該要補一點水分 其實對身體整個代謝啊 或者剛剛講的廢物的排出 都是有好處的 還有一個女性可能會最關心的問題 飯前喝水可不可以減重 可以啊可以增加保養 喔增加保養 喔你的觀念很棒 因為網路上很多人就會講說 飯前喝水可以什麼 加快代謝速率啊 什麼讓細胞活化啦 什麼讓酵素開始運作啊 其實都沒有那麼深啊 就是你胃就這麼大嘛 你灌個500cc 它就500就被占住 灌1000就占1000啊 那你吃的量就變少了 當然就會比較瘦 好 那剛剛講到說 這樣把杯水會不會喝到太多 其實一般講的水中毒啊 其實是低血鈉症 就是身體的電解質這個鈉的含量降得太低 那它會造成意識的改變啊 或者就是抽搐啊 這些狀況 一般來講 人沒有那麼容易滴血 除非你是長時間的運動 像你去跑馬拉松 四十幾公里 可能快一點的跑了三個多小時 慢一點跑了五六個小時 你中間如果只是單純補水 因為我們流汗其實水分流失掉 還會有鹽嘛 那你說單純補水 鈉含量就會掉很低 你就會造成滴血鈉 大部分都是這種 激烈運動過後 沒有適時補充電解質 那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情形 像大學生喜歡辦一些什麼 大胃王比賽啊 也有人辦什麼 喝水比賽 為了拿第一名拿獎金 補貼一下學費 可能一下灌個五千灌個一萬 你就可能會有這個滴血鈉的問題 一般人不太可能 好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水中毒的問題 好還有一個迷思就是 口渴啊 就是不要當自己口渴 口渴就脫水了 你就慘了 你這個身體代謝就壞了 這樣對不對 不是很正確嗎 對 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圖 有開車的大概就可以比較理解 你油表亮燈的時候 車子就不會跑了嗎 對 還可以跑嗎 還可以跑一下 還可以去找加油站加油嗎 口渴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我們身體經過這麼多萬年的演化 如果你口渴你就脫水 身體就不能用了 太可怕了 人類早就滅絕了 對啊 所以 口渴就是一個警訊啦 就是說你要去找水喝了 不要忽視這個訊號 你想說 我很忙 工作很忙啊 水又很遠啊 再驚一下 再驚一下 這個就會有問題啦 不要有壓力說 不要當自己口渴 不要當自己口渴 沒有這個必要啦 人的壓力太多了 不要為了這個來有壓力 好啦 身為一個診所的醫師 這個 常常大家來看個什麼感冒什麼 都會說 回去記得多喝水 對不對 醫師都會最後強調這句話 那這句話其實有些對有些錯 那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比較適合的就是像 發燒啊 腸胃炎 這種急性的問題啊 它會造成說水分流失比較快 我們剛剛講說 發燒你其實水分補一補 燒有時候慢慢會退下來 不一定要吃到退燒藥 那腸胃炎的問題就是 你不管是吐啊 拉肚子 水分就會流失掉 它也會影響到腸胃道的吸收 你有時候喝進去 它也吸收沒那麼好 那就會造成說 有些人腸胃炎就說 醫生我怎麼每次都是半夜燒 那就跟剛剛為什麼早上起來 要喝一杯水的原理一樣 就是半夜你慢慢水分 待機器掉 那溫度就高起來了 所以小朋友也是啊 常常你顧小孩就說 這個是來出生來虐待我的 都給我半夜燒 他們不是故意的 就是沒有水了 哪些不適合 就是有些慢性疾病 像心臟啊腎臟是不好的 心臟就跟抽水綁埔一樣 他就功能不好了 你在一直喝 你地下室就積水啦 就開始喘起來啊 腳就腫了啊 腎臟的功能也是一樣 他把尿液啊水分排掉嘛 他功能不好也是水排不掉 所以抓住一個概念啦 就是急性的問題 多喝水沒有什麼大害 慢性的問題要跟醫師討論一下 有些心臟腎臟的問題就不適合喝 好 這個也常被問到喉嚨痛 很多什麼家裡的阿公阿嬤都會說 喉嚨痛就要燙燙喝得快 大家有沒有經驗 就是喉嚨痛的時候喝熱開水 會不會真的比較 對 不要太熱 對 不要太熱 其實喝熱開水進去阿 神經就像嚇到一樣 他會突然不痛了 都好了 可是他只是一個欺騙的作用 他只把他燙一下 然後神經不作用 他後來會有個反彈性的疼痛啦 反而可能個個半小時 你喉嚨就熟起來 對 所以不建議喝太燙的水啦 那冰水呢 冰水 都腫起來阿 冰敷阿 冰敷一下 也不建議啦 因為冰水的話會刺激到咽喉的神經 很多人後來不痛以後會變成癢癢卡卡的 相信大家有感冒過應該有這個經驗啦 對 就是一直想親喉嚨 然後又咳不出東西 對 就是那個神經在發炎 所以建議就是喝跟體溫差不多的水 或比室溫高一點的水 就溫水就好了 不要太冰或太熱 我們就取中庸之道就好 好 那講一些運動的部分 運動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這條線 假如是你運動的過程 運動的前 運動中 運動後 其實都應該要喝水 就是適時適量一直在補充水分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身體在運作阿 它水分一定是一直在流失 最重要還是注意電解值阿 剛剛講嘛 馬拉松選手阿 你如果只喝水 你如果真的運動了很久阿 是有可能會 剛剛說的滴血納症 其實它這個細節的概念阿 其實你說運動前兩三個小時 可能補個一兩杯 運動前開始暖身的時候阿 喝個一杯水 運動中間有空就喝一點喝一點 一杯一杯這樣喝一下喝一下 運動後還要再補一些喔 不要想說運動完就結束了 反正不流汗了 運動後再補一些 所以最重要就是 隨時都要喝 然後要補充電解值 然後我自己喜歡爬山喔 所以這一張我堅持這個一定要放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活水就是好水嗎 對 真的嗎 不一定 不一定嘛 對啊 你不要在野外看到 哇從山壁上流出來 或者河流看起來好乾淨 就拿起來一直喝 因為其實它在流動的過程中間阿 你可能外面這些落葉阿 或者是說裡面一些寄生蟲阿 細菌阿 甚至一些藻類的部分 都會影響到水質 所以一般我去野外阿 都會稍微過濾一下 我會帶一個隨身的濾水器 然後過濾以後再稍微煮沸 對 所以不要說看到活水就亂喝 死水根本不用講喔 有些那個湖泊 有些就拿起來喝那個要很小心 那這個咧 如果冬天去日本 去韓國滑雪 哇看到路邊的雪阿 還是雪上雪 看起來好白好乾淨喔 撒一點煉乳直接吃 還解渴生津 這樣好不好 不阿 為什麼不好 因為有些血液質的空氣有 對 空氣啦 其實在雪落下的過程中 你也不知道那邊的空氣品質好不好 對啊 那這樣子上面的一些落層阿 都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健康 所以盡量避免說直接吃雪啦 那如果像我們在爬山的人 還會考量到一點就是你直接吃雪進去 你的核心溫度會下降 你需要補更多的熱量 讓你自己暖和起來 其實野外最怕是室溫啦 所以也不建議這樣吃 好啦 我們講到最後一章了 對不對 給大家三個重點回去要記得 第一個就是水有助於身體的代謝啊 維持正常的身體的功能 每個人需要水量都不一樣 聽聽你自己的身體的聲音啦 不要說人家說什麼喝2000CC啊 或者有些很複雜 還有一個公式體重乘以多少 累死不用不用 你就覺得口渴就喝 或者是因為今天流汗流比較多就喝 對 那運動的話就是持續補充啦 運動前中後都要補充水分 那電解質的部分也要注意 那最後就是不管在何時何地啊 其實很重要就是要確保乾淨的飲水 這永遠是第一要物 不管剛剛說在野外 或者你在家裡也是一樣啊 你看像之前柯P 把台北市的牽水管都換一換 其實就是為了飲水的安全嘛 因為你水龍頭打開 你也不知道乾不乾淨 所以很多人家裡還會裝個濾水器 像我去野外會用濾水器一樣 就是為了這個安全的飲水 換你們問我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大家來討論一下 請說 一般年紀大的人都不愛喝水 那他們的喝水量都非常非常的少 那這對於他們的整個身體 應該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怎麼樣能夠讓他們多補充水分 其實老人家喝水會比較少 有兩個原因啦 一個就是年紀慢慢增加 代謝率會下降 對 這個就會造成他覺得 好像比較不容易口渴 第二個就是他們的活動量相對少 其實同一個年紀 假如都是一個70歲的伯伯好了 一個常會去公園運動 一個都窩在家裡的 其實你不用叫他喝水 那個去公園的伯伯 就是自己找水喝了 對啊 我們目的不是讓他多喝水 是要讓他多動 動不了 動不了 那就只能幫助他 因為你一直灌他水 就像剛剛講的 他會不會其實已經有一些身體一些 慢性的疾病在後面 灌灌反而就水腫腫起來 對 所以我們要活就要動 維持基本的活動啊 那水量自然就會慢慢增加 當你越不動代謝整個慢下來 你在強迫他喝水 他只會覺得你很煩而已 那就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講座 希望大家都有收穫到一些東西